歌曲无所谓是歌手杨宽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无所谓传唱《大江南北》 随后又相信退出了歌曲《穷浪漫》 《路灯下的小姑娘》等歌曲 可当年如果不是住桥洞的时候 被陈琳发掘 可能也就没有她 后来在日坛下有一席之地的事情了 陈琳 1970年出生于重庆 毕业于四川手舞蹈学院 她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唱片夜星期 后第一代受益的歌手 1992年 陈琳遇到了王小金 那时候她还在成都的歌厅里助唱 而王小金是崔健的经纪人 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涉足音乐商业领域的人 她在1992年成立新别唱片公司 当时王小金还看中了歌手奈英 但她当时没有经验 还没有签计 便开始筹划奈英的专辑 当一切准备就绪 王小金才知道 王小茂把奈英挖走了 这件事让王小金对本地歌手产生了不信任感 于是她想到了陈琳 迅速与她签计 当初为奈英准备好的专辑歌曲 都给了陈琳 这就是后来的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陈琳凭借这张专辑 一跃成为新生代最红的歌手之一 而且销量竟达到了150万张 之后还获得第16集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优秀新人奖 从1996年到2005年数年间 陈琳先后八型了害怕爱上你 女人陈琳 爱就爱了 不想骗自己 13131等七张专辑 每一张专辑在当时都非常火 在当年的音乐榜上获得突出的表现 陈琳不同于其他女歌手 她对自己的音乐定位非常清晰 她的唱法 音色 节奏感 对音乐的理解能力都很特别 那种知性冷静美 走路都踩着节奏 浑身透露出的超级摇滚朋克气质 可以说是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 甚至是走在内地流行音乐审美前列的 但陈琳的成功 也得归功于沈永格 1994年她认识了陈琳 一年后创大北京竹书文化公司 更不惜重金一心将陈琳收为旗下艺人力捧 不久两人相爱并结婚 期间两人温暖有家 两人还曾经约黑棒 轮回乐队 杨欢 可惜沈永格却与公司女艺人 的暧昧认情被媒体曝光 而倔强的陈琳选择了离婚 此刻 她的事业几乎停滞不前 本就个性贤明的她更是不和圈内任何好友来往 此时 即她手张长风走进她的生活 安慰她 帮助她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 而就在一切看着好起来的样子 新婚刚刚三个月 陈琳却从酒楼的阳台纵身跃下 只留下身后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目瞪口呆的丈夫 心痛的歌迷 其实之前在2009年国庆时 陈琳还回家陪母亲一起生活了几天 这几天 陈琳的状态一直不好 目前说 在回家期间陈琳曾说自己曾割腕自杀 陈琳还向她暗示过 非常后悔和沈永哥离婚 还说回到北京后 就要跟刚刚醒婚不久的张超峰彻底离婚 陈琳的性格一直很要强 家 上之前那次 这次应该是下定决心一死了之 据陈琳的好朋友透露 张超峰和陈琳结婚后 一直对陈琳不好 甚至陈琳的银行卡她都要保管 多家媒体报道 陈琳遭遇家暴 实在忍受不了选择亲生 对于我们观众而言 也只能祝福陈琳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快乐 私人已去 阴郁犹存 八年了 也挺二位贤富别再追究那套房子去向如何了 别再问那些存款进了谁的口袋 如果当初她的身边不止这些 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决绝离去了呢 也挺红尘中的我们都给自己和别人一些爱吧 这才是我们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力量 这才是我们有勇气面对生活的力量 很多心 我们的演出 我们的评论 我们的评论